不久前我們才講過國道7號的建設計劃 這條起自小港的高速公路 光是環評就跑了12個年頭 不過同樣在小港一帶 居然還有一條捷運線的規劃 早在20年前就通過交通部合定 但是計劃又不斷變更 一直到今年才通過環評跟行政院的合定 那就是小港陵源線 小港陵源線又經常被稱作為陵源延伸線 要將目前高雄捷運洪線的南端終點 從目前的小港再往南延伸11公里 抵達陵源市區及一旁的陵源工業區 早在1991年行政院核定洪局兩線 作為高雄捷運第一階段的興建路線時 由小港繼續往南延伸的路線就開始進行規劃 當時的紅線南端終點並不是現在的小港站 而是更南邊的陵海工業區 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小港站的代碼是R3而不是R1 因此再往南的延伸線也就從陵海工業區開始 一路沿著台17線進入到屏東線興圓鄉 稱為興圓延伸線 只不過也因為興圓延伸線的出現 陵海工業區跟著被放進後續計劃當中 改以小港作為紅線的第一階段南端終點 然而當時高雄市議員普遍認為 高雄的交通擁似問題並不嚴重 沒有興建捷運的必要 所以大幅刪減預算 使得高雄市政府沒有足夠的經費可以發包 捷運的興建計劃也就因此停滯了好幾年 到了1998年行政院建議高雄捷運改以 BOT的形式來辦理 由民間來興建營運的話 政府就不需要負擔建設的成本 高雄市捷運局隨後重新進行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長期陸網運輸規劃的報告 而在此同時 小港機場的飛機起架降次 跟旅客人數與旅突破新高 但是周邊卻沒有足夠的腹地可以擴建 因此有了填海造陸 將機場往南遷移到南興計劃區的想法出現 所以在長期陸網運輸規劃報告裡面 捷運紅線的規劃 再次從小港往南延伸到機場預定地 原本的新原延伸線則因為路線重疊 起點往南邊改到了林海三路中立街口 並且往東南方延伸到東港大鵬灣一帶 改成為大鵬灣延伸線 而雖然延伸線的起點往南移動 但還是計劃跟紅線直通運轉 所以在車輛系統上也是採用一樣的高運輛系統 可是這樣的規劃卻同時被評估是不符合經濟效益的 因此在報告裡面 建議應該先增開公車 或者是以BRT或輕軌的形式來推動 產生的現象就是交通部 雖然在2001年就核定延伸線的可行性研究 但卻遲遲沒有實際動工 到了2003年 高雄市捷運局再次辦理 高雄都會區大眾運輸系統工程計劃 長期入網規劃作業 在這份報告裡面 由於機場遷移的計劃已經取消 捷運紅線也沒有延伸到南興計劃區的需求 大棚灣延伸線的起點 也就跟著往北再次回到小港 而興建形式則是建議採用平面的輕軌 但是效益評估方面 卻認為自償率還不足夠 所以認為先用公車培養運量 等到未來沿線發展起來之後 再來蓋輕軌就好 不過後來也跟幾年前的研究案一樣 並沒有實際的動作出現 一直要到2010年 五都升格高雄縣市合併之後 高雄市捷運局才又納入了原本的縣區 進行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整體路網規劃作業 延伸線被拆分成小港陵圓 以及陵圓東港兩條路線 為了彌補捷運紅線沒有經過人口稠密區的缺點 小港陵圓縣的起點 從小港再往北移到了高雄國際機場 接著沿紅坪路、高松路、營口路、伯爵路、立昌街之後 再轉中陵路進入大陵埔 最後由南興路回到台17線上 雖然經過了大量的住宅區 興建的形勢也是採用比較低成本的輕軌 但是評估出來的自償率仍然偏低 整個計劃又再次被放為冷凍庫 但是地方民眾還是希望能夠興建捷運 於是高雄市捷運局在2016年再次進行 高雄捷運小港鳳鼻頭陵圓縣路線規劃評估 提出三條路線方案 分別是上一版繞行人口稠密區 小港市區改走台17線 以及全程走台17線的方案 最後認為全程走台17線的方案最為直接 從陵圓出發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進入高雄市區 以這個方案繼續進行規劃 到了2017年 高雄市政府跟屏東縣政府共同組成 高雄捷運延伸屏東籌辦工作小組 提出四條高雄捷運延伸到屏東的可能路線 至於小港陵圓縣的部分 則是被交通部認定跟高雄捷運延伸屏東的規劃案重疊 要等研究出爐後再進行審查 等到2019年底 高雄捷運延伸屏東的規劃案出爐 小港陵圓東港縣被認定是可行性最高的路線 全縣才高架中運量的系統來興建 之後 小港陵圓縣的可行性研究再次送入交通部審議 在此同時高雄港最南端的洲際貨櫃中心也正在興建 一起用地的紅毛港完成千村之後 鄰近的大陵圃也跟著有千村的規劃 這也是2016年的小港陵圓縣規劃裡面 行進大陵圃的方案會被捨棄的原因之一 然而全程走台詞期限 緊接著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當時正在進行緩評的國道氣候 有將近4公里的路段是蓋在台詞期限上方 為了避免高層上的衝突 或者是發生像台北捷運環狀線一樣 捷運蓋在高架道路上方 造成乘客搭車不便 小港陵圓縣最後決定大部分路段採用地下興建 過陵圓市區之後再出土以高架方式來建設 至於系統的部分 由於小港陵圓縣的大部分路段已經改為地下 已經大幅增加土建的成本 如果繼續採用中運量系統的話 必須面臨到徵收土地 徵設維修機場等等問題 評估下來反而成本比較高 因此最後決定採用跟紅線一樣的高運量系統 也可以跟紅線直通運轉 讓陵圓的乘客可以一車到底進入高雄市區 目前的橋港陵圓縣計劃增設7座車站 從最北端的小港站出發之後 在中鋼東門前設置中鋼東門站 在四泉路口旁設置中鋼站 接下來進入到台17線跟國道7號的公購路段 過去20年曾經規劃過的車站全部取消 直接到鳳鳴路口設置鳳鼻頭站 接著離開小港進入鄰圓 在海前路口設置中鋼門站 在校前路口旁設置港資浦站 然後抵達鄰圓市區的範圍 在幸福公園對面設置鄰圓站 並且開始從地下出土進入高架路段 最後在鄰海路1段73向上 設置終點站鄰圓工業區站 以上這些車站的站名 都還只是計劃站定而已 在工程代碼方面 則是由RL1一路編到RL7 而RL1的上一站 緊接著就是目前紅線的南端終點 R3小港站 也就是說高雄捷運的R2跟R1 可能會成為永遠的空馬 最後在歷經了20年的圖圖改改 小港臨圓縣的可行性研究 在2021年再次通過交通部的核定 接著通過國發會跟行政院的審核 在2022年送進環保署 很順利的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就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到了9月23號 行政院通過小港臨圓縣的綜合規劃報告 目前還有另外一條捷運線 規劃在臨圓跟小港臨圓縣交會 也就是被視為局限延伸的大寮臨圓縣 不過因為評估的效益偏低 到目前仍然沒有實際興建的計畫 其實在2018年高雄市捷運局 再次把小港臨圓縣的規劃送進交通部審查時 就希望中央能夠考量石化等重工業 長期在臨圓發展 導致臨圓為了經濟需求 必須承擔這些產業帶來的污染 提出不要純粹以 日常率等財務層面來評估的觀點 雖然無從得知交通部 行政院是不是被這個說法打動 才終於點頭同意小港臨圓縣的興建 但大概也看得出來 這條路線通車之後 營運上可能還是會受到一些挑戰 所以你覺得高雄市捷運局當時的講法合宜嗎? 興建捷運應該要看的是 自償率、一本筆等等的財務數字 還是更該重視當地的交通需求 即使沒有可以開發的土地也要興建 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 也別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朋友知道小港臨圓縣 也就是高雄捷運紅線的延伸規劃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